每次在錄影的前一天晚上 我都要所謂的做功課 就是來看看今天要錄影的人 他會出什麼書 唱什麼歌 昨天我就在戴玲的 懦弱的歌聲當中 然後在看演員寫的這本主光音 其實我覺得這幾個女孩子 就像他們那時候講的安事企業 這些女孩子都憑了自己的 小小的個頭 長得有點漂亮 有點聰明 就這樣子懵懵懂懂的 進入了演藝圈 其實在節目上我認識他們 但是並不曉得他們背後的故事 這三個女孩子今天來到我們節目 他們都是因為有一個忠心的朋友 然後他們就合在一起 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同樣的 怎麼說法呢 看起來堅強 心中其實都有一些辛酸的故事 今天他們三個來到我們這裡 當然我們要恭喜其中一位 因為她剛做新娘子 讓米熱熱的掌聲來 歡迎今天三位 安苡萱的美女婷 新娘子了 好棒喔 歡迎 恭喜... 對不起 好可愛喔 其實我們是一個團體啦 對 我戴著妳的阿豬與阿花 突然我回想到當年 高凌鋒的阿豬 因為我們今天又流行回來 對不對 而且我們沒有講好 完全沒有 小燕姐 妳也沒有講好 妳也是藍色系 對啊 是不是 所以感覺妳比較適合 真的 我比較適合自己團體吧 對 對 對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都是妳講 好適合 超適合 超適合的 超適合的 這怎麼回事 又開始流行這樣子的嗎 對啊 我的天啊 而且現在這樣愛玲腳上 才是真的流行 就一定要拖到地 我也不懂為什麼 真的 就是要 就是要掃我們的 掃乾淨 掃乾淨對不對 而且就是不管腿多短 都可以穿 對啊 因為都會藏得起來 而且我鞋子裡面鞋子很高 你看 小燕姐 她鞋子也太超髒 這才高秋 她應該有17公分吧 天啊 對 所以妳的褲子是 多出了25公分對不對 沒錯 其實我要說 她們這個三姐妹 這個當然最恭喜 妳算不算最早結婚了 對 王燕姐第一個 第一個對不對 她們都以為我是最晚的 對 老天有眼 沒有 她現在都說 阿玉軒是最難追的 然後又是一個大姐頭 誰敢追啊 結果她第一個起來 對 真的 但是企業姊妹們其實都聊過天 大家都覺得劉品妍可能會是第一個 後來又覺得下雨嬌 然後白白都生小孩 殊不知 殊不知 是我 厲害了吧 是不是 人色不如天色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 大家唱的歌叫做 了不起的寂寞 對 好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戴琳跟她們怎麼會 湊得起來是不是 這個其實都是源自於一個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有的時候我們朋友 比如說我們有個朋友叫張清芳 他就會揪出很多人 一坨拉褲 一坨拉褲 一拉起來下面就一串 就有很多朋友這樣 以前的羅曼菲在的時候 也是她一揪就是有很多朋友 就一整串 對 你們這應該是安君慶跟在 沒錯 一揪 有很多很好笑的事情 真的很想跟小燕姐分享 我們甚至在Re稿的時候 都講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就是說 其實就是那個 對 就是過世的那個安君慶 好 我們湊在一起 就是她 所以她跟妳是 不能講說久友 但是她喝醉酒 人家沒辦法的時候 就會來找妳是不是 因為我不知道她就是 稍微可能就是很開心 或喝了一點點小酒 就喜歡找我 然後弄我 嚇我 對 然後我其實 雖然我年紀比她們長 但是 她是少女 我是少女 沒錯 沒有 她會說 我是公主 我是公主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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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嚇我 好 那最近的 當然雖然安君慶走了 她們反而更在一起 對 就是常常會在一起 更重要一點 她們現在有一個 共同的運動對不對 沒錯 我們現在就是每天早上 都是在用嘶吼聲 跟對方就是打招呼的 就是早安20 起床 有硬局 之類的 大概都是這樣 怎麼立刻就破功了 因為健身的時候 其實我們兩個都還滿瘋狂的 她很瘋狂 那天我在K哥的時候 因為她穿了很窄的衣服 然後因為我們拔了很多菜 然後她就拿起來吃 這樣明天要多做兩項 可以 因為我現在會開始記憶 我今天吃了什麼 已經習慣了 今天多吃了 妳曉得這叫做強迫症 這已經也就進入高荒的狀態了 但是我這樣子 我經紀人超開心的 對 因為我就瘦了滿多的 真的 身材變超好的 而且是健康了 對 跟她一起 該妳囉 快點 要加入我們囉 好 那天安寧就說 妳不用...妳OK喔 妳看到沒有 不是 沒有 差妳們 妳可以 妳不要 上奶奶... 妳安心坐上奶奶 然後養好生子 要生孩子 OK 要生孩子 OK 妳是我們唯一第一個 嫁到澳門去的 澳門在台北道的代表就對了 對... 澳門代表 所以運動妳們先做 妳們小腹要平台 要上 其實妳是她的伴娘對不對 是 我是 而且是她的證婚 結婚的證人 對 我去當證人 好緊張喔 對啊 妳怎麼就當起證人來了 我也不知道 不過我前面有 就是還有先簽名是夏宇喬 妳是在她台北婚禮 要上台 對 因為其實夏威夷婚 我真的很想去 但是因為就有工作 合約早就前了 我就很惡玩 我好想去參加夏威夷 我自己想說 她去我嫁掉 我都要去 而且他們在資料裡有講 我都不曉得 這應該不要講 他們說這樣子忙 我告訴妳 不能再忙第二次 妳講什麼話 我的意思是說姐 妳是在忙地 妳是誰說 我說姐 真的 這個婚禮實在辦得太好 就加這一次就好 我告訴妳 小燕姐 我自己辦完之後 我也會覺得結婚太累了 是不是 不能離婚 真的嗎 太累了 妳知道 其實有這樣子的研究報告 就是說如果婚禮辦得越大 越慎重 越麻煩的人 離婚比較難一點 因為覺得已經辛苦了這麼多 對啦 真的 不容易 所以不能太簡單 就簽個名那種 再簽個名就沒了 你不行這樣子 來 請坐 請坐 謝謝 今天我們也是 就坐中間 阿怡萱也是請了假了 跟老公請假說 我要回台北錄小燕有約 對 真的 我們請了她很久 我們真的 我錄了一個禮拜 不過其實說起來真的是 真的也有點 其實昨天晚上 我一邊在看妳的書的時候 一邊在 真的會想到安君燦 其實平良心講 她真的是一個好貼心的 好貼心的一個好朋友 戴萱琳跟大家熟悉 是因為幫她遮臉花嗎 真的 因為其實跟萱萱跟爺爺 然後喬喬之前不熟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共同好朋友 就是我經紀人 對 但是那時候因為 辦小安的後世 她在那邊折紙蓮花 因為那個時間需要花很長 然後大家就想 面對面也滿尷尬 不過聊過天空 我們同桌 同桌再折蓮花 不如大家來聊一些事情 就折一折 聊聊天 然後又很想哭這樣子 然後就這樣子慢慢慢慢的 後來約吃飯 唱歌 聚會 慢慢的變熟悉 我是新成員 對 妳是新成員 新加入的 對不起 妳好像是他們當中最大的 我男主 我是公主 那是妳說妳最大是妳的地位 最大是女生 公主 公主 好啦 其實我年紀也是最長 對 但是感覺好像我就比較 稍微少女一點 少女心一點 好 我昨天在看主光音的時候 我特別還把這個 她說有一年我要去橫店拍戲 15歲 這就是跟 跟姐一起拍的 對 這是妳們第一次見面對不對 算不算 是 第一次見面 所以等於是兩個少不跟識的 沒到20歲的少女就是 追著行囊到 去闖天下了對不對 第一次去 第一次 然後我覺得我當時年紀已經很少了 結果去發現有個15歲在旁邊 我剛才想 瞬間我就變成了個大姐姐 就在想掉 還不好意思掉 但是她媽媽就在旁邊 然後妳就覺得說 媽媽真好 那時候反而她們 照顧我更多 對 但她並沒有很希望 她媽媽在身邊 我有寫了這個名牌嗎 我沒有 好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太后的照片 因為 演員都會稱她這個媽媽是太后 對 太后 這個就是 這個主光陰的主角是阿嬤 阿嬤我介紹一下 其實平年小的時候 因為媽媽在日本工作 所以她就是 托這個教會的牧師 牧師娘來照顧 所以阿嬤嚴格說是 把妳帶大了對不對 她是把我帶大的奶媽 只是輕一點會叫阿公阿嬤這樣 阿公阿嬤對不對 阿公看起來就像一個牧師 是啊 可是小燕姐 妳有發現另外一件事嗎 我阿嬤年輕的時候 長得超像文藝阿姨的 她書上有寫 我沒有這樣說 看了這本書 我就比較更了解 為什麼妳15 6歲 或者妳25歲的時候 看起來都比別人大 而且妳跟她相處 妳會覺得什麼事情交給她辦 妳安心對不對 真的 其實包括那時候小孩 那個事情的時候也是 超能幹的 超能幹 她就全部可以處理 就是因為我很在意 最後的追悼會到底怎麼樣 可是剛好是我細殺青 我完全只能困在深圳 但是當她出來做的時候 我就知道我跟她通個電話 我知道當天會很好 就是妳會放心 這一個小你這麼多的人 但妳知道妳從她15歲 妳可以一路看她走過來 妳知道她其實 她有很強大的力量 不容易 這樣嫁得出去嗎 安大姐 妳嫁出去以後妳覺得 會 其實我必須 還好妳說 會 但是她真的是需要一個 能力要比她更強大的人 其實我覺得安是其實這些女孩子 沒有一個都是 不是那種特別柔弱 她們都是需要比她 比如說夏宇喬對不對 對 因為她雖然看起來 小小好像都是這樣 但其實她也都是一個人 可以過得很好的 對 她可以照顧自己 對 所以我們真的可能需要一個 很有肩膀 她可能更需要一個 智慧跟成熟的人 要不然怎麼辦 她就要照顧所有的人 對啊 可是姐夫就被撿走了 妳好 聽說這個姐夫追安苡 先是追到這個 我的天啊 安苡萱 其實妳知道安大姐 我叫安大姐 不要這樣子 安是謝妳算大姐 是 因為妳想妳立下了一個 很高的標準 追妳的人是那樣的追法 那妳小的演員 要等這樣追法的人來 會等到白頭的 我不要... 妳不用是吧 所以安大姐的實在是 史上最難了 是不是 我就是她的大概三分之一 就在安苡萱 她打出三分之一的力量 她真的是妳到哪 追到哪對不對 她太誇張 我覺得姐夫真的是 有史以來最有心的人 難怪會取得美人歸 真的 對啦 就以她的工作生意的強度 以及她可以有這麼耐心 真的不容易 因為我真的有點難高 因為我會覺得 我怎麼知道妳是不是認真的 就是妳到底願意付出多少 因為妳的事業 跟這一些跟我沒有關係 因為我自己照顧我自己很好 我自己照顧 對 最難的是 一定是要嫁給愛情 這很重要 然後所以時間拉得很長 然後這一堆姐妹 也都不好搞 這一點我真的要跟你們兩位 多學學 可是安苡萱 妳每次唱的歌都太悲了 妳要開心一點 妳要開心一點 我雖然... 不是 她現在處於這種 單身狀態對不對 對 對 是不是 但是現在的我很開心 會嗎 比較懂得愛自己 這倒是真的 不要 我勸所有的小姐 不要一直把愛自己掛在嘴上 當妳一直說愛自己 愛自己 那個男人說 妳竟然會愛自己 我去找一個需要我愛的人 好不好 我收回 我放在心裡 對 稍微 有沒有 有點道理 有點道理 我真的覺得 我也很需要有人愛 而且... 要追暗示器的這些女孩子 第一關 就是安苡萱定下來的 第一關就是說 我如果願意跟妳出來見面 只是表示我還不討厭妳 對不對 那是第一關 第一關過後以後妳不要高興喔 第二關是要帶給所有姐妹看 我覺得這一關好難過 妳想像結這些名單喔 超恐怖的 劉炳妍 下雨超綠 最溫和的啦 最溫和的 如果有個大案妳弄好慘了 公主說不行 公主說不行 先跟我們來比酒量 說我酒量最差 對 妳真是 原住民的好酒量的名稱 在妳這裡就會受點燒 我也不知道 因為大家看我 加上我的個性比較活潑 然後唱歌又很鐵費 大家都會覺得 我的酒量應該很好 但殊不知 我應該是 原住民歌手裡面 應該倒數一 二名 應該是 後來我們真的後來發現 如果就是唱KTV 希望她唱歌 就不能讓她喝太多 她喝太多 她唱不了了 真的嗎 變得我們要說算... 妳不要喝沒關係... 唱歌... 這一杯我們就拿了 對 不會讓她喝太多 妳們的聚會一定很好玩 對不對 很開心 很吵 又哭又笑 對 就一定是又哭 像那一天就是小安生的9月20 然後我就發揮她 但她那天比較早休息 她就說是不是又是 又哭又笑的一個聚會 對 然後她們的性格就是 其實大家可能 譬如說小安那時候 在哲子連話的時候 大家都是其實很難過的 但就覺得一直這樣不對 不對 她們就會想聊一些小安生前 很好玩的趣事 對 其實我們都會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真的是邊哭邊笑 因為想到會難過 但聽著又好笑 很好笑 對 因為跟她在一起就是很開心 對 她就是來讓大家 開心 開心的 我覺得她這輩子來這裡走一招 就是認識很多好朋友 讓這些好朋友很開心 天使 我真的覺得是天使 她真的是天使 也讓妳們又在一起了 對 然後一個一個嫁出去 希望 太多 還是有七個 走到樓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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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找到人了 你再找找到人 她很忙 她現在上去也很忙 她要求妳們這幾個 好心 現在到什麼程度 一個出去了 OK 像說最難的出去了 後面應該會稍稍 可以休息一下 對 其實阿雨萱那個時候 其實我在想這個 妳先生姓陳 而且陳先生能追到妳 很重要一點 當然就是那個時候 小安生病 她陪妳去 然後 其實小安也覺得 姐啊 這個不錯 妳不要猜猜 不要再說 不要再說 不捨安君看閉事 阿雨萱感謝先生陪伴 他們坐車下來 然後我就抓著 我老公的手過去就說 大老百 最讓我驚訝的那一刻是 她居然離開了她的枕頭 那時候我老公就過去 就抓著小安就拍在她 她說妳放心 然後我後來就跟小安說 妳放心 別在她了 陳先生這點是讓我很感動 因為在小安最後的時候 其實她喜歡出國去玩 所以那時候我跟她有去度假 然後陳先生有陪同我們 所以小安就 就我們就三個人 所以小安會一直在觀察 這個人 對我的所有的細節 所以最後我們在普吉島 那一次度假 她就有跟我聊過 她就覺得說 姐 她真的覺得 我們家單純一看 就要打老 後來就要小鈴鐺 她覺得這個男人很好 到她走的時候 她走到台南 我先生就是特地飛 然後再陪我從桃園 再趕到台南 等小安 都已經那麼長時間 照理說我們覺得 小安一路那麼累了 她回到那裡 應該是會很安靜的了 但是當她從救護車下來 然後我抓著 我老公的手過去就說 打老來了 最讓我驚訝的那一刻是 她居然離開了她的枕頭 然後她在找 找妳先生 然後那時候我老公就過去 就抓著小安就拍拍她說 妳放心 妳放心 然後我當時就會覺得說 真的那一段要是 沒有先生一路這樣子 然後我就是哭著下去 哭著又趕回機場 哭著去拍戲 然後我後來就跟小安說 妳放心 別再逃 然後我一個朋友 到前幾天才跟我說說 就說這幾號衛生紙了吧 先發一發 我就小說一定又是又哭又少 然後一直到前幾天 剛好跟一個朋友 上海朋友小V 然後跟小安非常...好 他說他一直想跟我講 在我結婚那一陣子 他夢到小安 小安很少出現在我夢裡 基本不到兩次 都不清楚的 他夢到小安跟他說 我放心了 我現在要先出去玩一陣子 他現在要先出去玩一陣子 對啊 你倒是挺開心的 對 差不多還說 還有這幾個 對啊 然後還有一個杭州朋友 夢到小安說 在我的婚禮門口接待客人 然後他說我有件事情 因為在婚禮他有來 他說宣 我不知道 我該不會跟你講 會不會影響你的情緒 我說怎麼 他說我夢到他了 然後我說跟我講 我想知道你們夢到什麼 因為我夢不到 然後他就跟我講完之後 我就覺得說 我知道他一定會在 就是有媒體說 你會邀請他 會不會放他的碗筷 我說你傻 我幹嘛做這件事情 他一定會來 對 可是他在婚禮看 會不會看到 是韓國的那個安仔細 這真的滿像的 這真的會很像 跟他拍戲的時候 我都覺得 有的時候劇照拿出來 我會有一點 這不是 這其實是 我覺得 我很喜歡談你們之間的故事 是因為 我覺得你們是真的 就像好像學校同學一樣的 然後就是那樣的交情 然後一直不管你在哪拍戲 你在幹什麼 然後你們只要有時間 就聚在一起 然後真的哪個人傷心了 哪個人幹什麼 大家就一股腦的去照顧他 安撫他 我覺得這樣的友情 其實不容易找 我想戴琳妳也 你知道嗎 年遺圈也這麼久 我覺得真的很難得 像其實我之前我很多 除了像Saya 小飯 小君 我的很多好朋友都是幕後的 但是因為小安的關係 然後跟大家更熟識了 然後我覺得他們每一個人真的 在他們自己的領域都做得非常好 然後每個人都很真 妳也很真 妳就是一個真的公主 我是 季彤呢 我是 而且小安那時候 每次都會欺負她 對 妳還欺負我 對 最愛欺負的是她 因為我年紀最長她很愛 而且她真的是對小安束手無策 就我認她最印象深刻 其實她可愛妳知道嗎 對啊 但我每次被安君在嚇哭在路邊 就我去救她 是那一次嗎 就是我真的第一次認識艾琳 對 我那天印象很深刻 就她那經紀人 仲姐跟小安非常好 大概凌晨一兩點 我洗完澡頭都沒出來滴著 就手機一直在響 我接起來 仲姐說 安大姐 我不好意思 我那麼晚打擾妳 我說幹嘛 我要睡覺了 她說有點狀況 小安 我說好 妳說 我就大概知道了 她說小安喝多了 然後我現在沒辦法過去 我就麻煩艾琳把小安送回家 我說然後呢 妳說我來來回回 對 送了應該有三四次吧 我就送她 然後她又回來了 我送她 她又回來了 後來想算了啦 再送一次 第四次吧 然後我就跟我經紀人說 可不可以就是 因為我那時候跟萱萱還不熟 不好意思 而且有意思對不對 對 然後最後沒有辦法 我總不能讓她 一直這樣來回找我吧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她誰都不找就是要找我 妳可以打電話給她 因為妳就是可以繼續讓她 這樣接著送 對 她很常常的 別人不好上 因為我不會先去 對 要是她們兩個已經 但是我就是不會生氣 可能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她就去找我 對 然後後來我就再送她一次回去 然後她又愛嚇我 我真的有點要被嚇哭了 沒有 妳那時候哭了 妳知道我後來一下子 她應該不承認她是哭了的 然後我就從大直 頭髮都是濕的 開車 我一直想說小愛妳死定 對 她在一路上面 都是妳死就死定了 然後這樣開車在街上 然後終於在她家 外面的隨便利店 對 我就負責小愛這樣 慢慢走進去 然後她這樣子 她就一直在那裡 我遠遠的就看到她 然後我就這樣開車 然後一停下來 我就看到萱萱 就已經是這個狀態 大概她有一百多公司 兩百公司 我就喊 她馬上立正在頭 立正 我笑死了 她後來就笑了 因為小愛就這樣 真的 我沒有幹嘛 真的 我沒有幹嘛 就是你知道她那個表情 我一手給我過來 回家 然後她就把她手這樣 真的 然後我就這樣牽著她 走在那兩百公司 然後一路把她帶回家 然後愛玲就傻了說 那我剛才在忙什麼 妳在忙什麼對不對 我就知道她在弄我 我怎麼一看到萱萱 就馬上醒了 對 我就說妳好辛苦 所以這就是可以讓大家知道 其實戴眼睛大 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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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她是 不管在感情上在什麼 她其實真的是一個很柔弱的人 她是一隻紙老虎 溫柔 真的 所以妳這次唱的歌叫 這次唱的歌叫 懦弱 對不對 所以很符合妳 誰幫妳寫的 吳克群 詞曲都是她 然後配唱製作都是克群 好 來... 我們先來聽這首歌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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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來聽這首歌 謝謝妳 但你不想做坏人 连分手也要我心开口 就把话说破 就让我来做 好不好 我知道我弄了 我心不算讨好 但至少我不会在爱里囚扰 真正一段感情收紧了煎熬 说放就放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 一段感情结束 结局不算太好 但至少我明白 我心无愧就好 你的真似懦弱 至少值得骄傲 好不好 我心里有别人 最是我的明亮 我最后的懦弱 请你将它收好 祝福你和它 能够白头到老 好好吃喔 这不就从以前进去的吗 没有 是以前啦 以前啦 没有 因为我觉得其实 懦弱的背后其实是另外一种坚强 有时候懦弱也是需要一些勇气的 是的 那妳上次分手是自己說的嗎 我每次分手都是自己說的 看不出來吧 看不出來 我也覺得 因為其實我是在感情裡頭 是真的滿傻 然後就是一無所居 沒有什麼好害怕的 其實我對家人 對朋友也是 對我的工作也是 只要是我愛的事情 我愛的人 我都是 妳就是往前衝就對了 我就做了對不對 但是現在感情方面就是 因為年紀稍稍有一點漲了 智慧上也稍稍有一點 稍稍有一點漲了 8歲 就覺得說 妳不要這樣子 好不好 12 妳看她在笑我 不能再多 12期限 其實女人對感情這件事情 帶點少女的夢幻 沒什麼不好 對不對 妳都想得那麼清楚 她是不可能跟我在一起 她是怎麼怎麼 我這個人的 其實就很難 對不對 就很難 對啊 謝謝 我們要鼓勵妳 好 謝謝 在主光營這個是 妳跟阿嬤的好時光 對 但這個書裡面 其實我覺得多多少少 妳寫到字紙 對 我經紀人就說 她覺得在看這本書的時候 很像我的半字傳 這都是妳自己寫的喔 全部都是 包括其實上面的字 都是我寫的 題字都是 但主光營這三個字 是我媽媽用眼線筆寫的 用眼線筆寫的 妳媽字很漂亮 超漂亮 所以我就想不到 應該就只有她可以寫這個了 而且眼線筆就可以寫這樣 她很好看耶 超好看的 很好看 我對妳媽又是另外一種想法耶 她應該是非常漂亮 而且很嚴謹 因為妳說過 她早飯的時候妝都已經化好了 對 但就是有點偶像包袱 其實她講到什麼拉麵啦 講到自己阿嬤會教她一些事情 那妳再講到妳自己 阿嬤叫她去買拉麵 她就要拼命 然後拼命 就是這麼一個小孩要把它買到 拿回來 那等到拿回來之後她就哭了 對 那這句話她就說 她說我是委屈呢 還是覺得大家都不知道我有多辛苦 我覺得這就是她從小遇到的事情 很多的事情她是委屈 而且從小很多的事情她是委屈的 那覺得又有點面子掛不住 好像我這麼小我都做不好嗎 所以我覺得 好像 我覺得自己意識到自己的好勝心 求好心情 對 這不就是另外一個字叫 她就打這種臉充胖子嗎 好超級會的啦 對啊 這毛病到現在都改不掉 獅子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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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在說我好瞭解 就在說我們 是啊 我們那個獅子就是個笨蛋 對 什麼都先說 好 我可以 沒問題 我可以 沒問題 做不好的時候 好丟臉 我邊哭也要做完了 對 邊哭邊做 所以要娶到這樣的老婆就很好 對啊 什麼都做好 對 還會做飯 你看 像我就不會做飯了 我也不會 我只能買自己的食物 做自己 她從穩定的時候 就跟我歐頭說 妳婚禮我要上一唱對的人 然後你知道那一下 那種溫暖是說 這個人真的把妳當自己人 到妳的婚禮她就 她很想有一個祝福 對 然後她就說 其實我其實是想在婚禮找找 我看有沒有對的人 沒有 妳誤會了 這會有嗎 不是 這種歌其實我想獻給我 是不是 這樣我就不會做飯了 沒關係 妳可以買自己的食物 做自己 也可以 這裡說起來 他們說演員是會煮的 真的嗎 我會做菜 可是我真的就是從小這樣看 才懂怎麼做菜的 後來是因為我真的太愛吃東西 沒有 她書裡寫小的時候 她是不愛吃東西 阿嬤為了要讓她吃 所以在蒸蛋上面加點油蔥 我很喜歡吃蒸蛋 但是蒸蛋上面加油蔥 我還從來沒吃過 好好吃喔 這本書就是從蒸蛋開始 我覺得因為蒸蛋是一個 你知道從小牙痛啦 感冒啦 不舒服啦 吃不下啦 喉嚨痛啊 家裡就會給妳蒸蛋 真的就是阿嬤的味道 小時候呢 就是家裡的味道 家裡的味道 所以妳這本書 如果不是自己寫的 就真的不是經歷過 就寫不出這樣子的味道 是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在寫這本書很痛苦 我寫了一年 因為每一次要回想這些事情 然後要再想一個方法 就是呈現給觀眾或讀者 甚至可以有機會的話 是不是可以讓大家想得到 自己喜歡的那道菜 或者是有感情千禧的那個味道 回家的味道 我覺得那是一種回家的味道 她這個書真的其實很好 你們 我們都還沒看到 妳是第一位 小燕姐是第一個 第一個 對 小燕姐是第一個 昨天我拿到書的時候 我就在畫畫畫 後來我才看到我的助理 給我的簡訊說 這是一本樣訊 我說 妳可以畫 我就 要不然我還要查 沒有… 剛剛小燕姐做這麼多筆記 我超感動的 對 我剛剛看到 我跟你的眼神說 而且是昨天才拿到 就是晚上 但她因為寫得很好 所以我很容易看到 因為同時我也對她好奇 因為她在說 她說 我有我阿公阿嬤 當在這個家裡 我有兩個比我大 23歲跟18歲的哥哥 那我小時候很多都第一次 就是什麼出去玩 來幹什麼來幹什麼 都是我大哥帶 我大哥跟大嫂帶回去 然後我覺得妳的生活 雖然不像人家 比如說是爸爸媽媽 可是妳的愛 真的從來沒有少 對 我真的很開心 我有這一個家庭 照顧我長大 因為我媽媽小時候 要一個人帶我 所以她比較辛苦 她可能除了 要忙生活的事情以外 來照顧一個小孩子 沒有這麼容易 其實擔心媽媽真的很辛苦 是 所以有這一個家庭 她給我滿滿的愛 然後教會裡面 就是充滿愛的環境 對 所以我根本沒有少過什麼 我才發現原來這些東西 我為什麼現在長大會回頭看 就會發現 原來這都是小時候的影響 才會到我現在這個樣子 對 她說她要去恆殿的時候 她的阿公就知道 來教會所有的人來 對 煮東西吃 那一邊吃的時候 就一邊說 她要去恆殿拍戲 然後我就把你們的故事 就連起來了 你們兩個 那我就覺得 真不容易 兩個小孩 背著包包 就到那個環境那裡面 每個人說話 都那麼大聲 還不只說話大聲 每一個場景看起來 其實那個時候的恆殿 真的條件很不好 你想想大概13年有 13年有了 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她媽媽是跟著她睡覺 對 然後那時候劉伊菲也是媽媽帶著 所以我是自己一個人去的 超可憐 對 所以我覺得我那時候也才 好像20吧 20多 然後就要看到兩個 比我更小的 我只要假裝自己是姊姊有沒有 第一個尖叫就我停電 覺得我就是 一一一愛 我就在隔壁街 對 姐又在尖叫 然後我就說 我就過去他們說 姐 怎麼了 沒事吧 我就一個 但是那時候會停電 然後洗澡的水是那種熱水器 只有一桶 你沒了就沒了 沒了 所以我後來就要再用一個桶子 裝熱水 就真的這邊沒了 你還有那一桶救你 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沒有 然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在那裡待了四個月 四個月 患難之交 真的是 對 友誼其實是在 譬如說像她跟小燕這件事情 我看到了 因為我其實不是一個 很容易交朋友的人 感覺好像我到任何場子 都可以跟大家很好 但是你要走到我這裡很難 小燕姐她臉上有寫四個字 什麼字 真的是生人物 我其實有點嚴重 小燕那時候就說 跟我姐吃飯超麻煩 她說 姐 我們今天出去吃飯 我說 有誰 然後她就要報名單 有誰誰誰 跟誰誰誰誰 然後十個人當中如果 有一個妳不熟就 我就要至少八個 就我要八成都是我熟的人 如果只有一個兩個 我就不去 但是小燕很棒 很貼心 她知道我的性格 所以你看她有這麼這麼多的朋友 但凡她覺得不適合的 我一定不會見到面 但但凡像這種的 她一定馬上 就拿去用 拿去用 對 馬上有沒有用 唱歌又漂亮 我剛剛看完她的新歌 我想說還好 妳有一首對的人 跟千年之戀 在我婚禮上唱 因為我不然這首歌 還好我結完婚禮才出來 對 所以她就如我了 她看到專題叫 了不起寂寞 這怎麼在婚禮成錯了 妳要唱 妳永遠結婚那時候 妳上去唱 唱了不起寂寞嗎 可以啦 OK啦 我希望我老公可以接受 真的 對啊 講到真的 在婚禮的時候就是 因為其實是我 雖然我自己很主動說 我可以在妳婚禮獻唱 對的人這首歌 對我來說她可能不知道 但是那一剎那我非常感動 因為你知道 這些朋友 包括其實像 喬喬妍他們在我的下 為一跳舞 她還OK Linda會跳 妳有想過 喬喬是妳的手同腳 但是真的他們覺得說 他們也努力了 對 我其實真的 他們給我驚訝 我沒看過他們所有的排演 他們還自己做了T恤 我們自己做了T恤 然後排了一整段表演 很感動 妳們好像嫁女兒那樣 我們是 然後這位妹妹就跟她說 娜姐 那她從穩定的時候 就跟我歐頭說 妳婚禮我要上去唱對的人 然後那一下那種溫暖是說 這個人真的把妳當自己人 到妳的婚禮她就 她很想有一個祝福 對 然後她就說 其實我其實是想在妳婚禮找找 看有沒有對的我 妳會不會冷嗎 冷嗎 你說這種歌 其實我想獻給我之間 沒有 其實我在跟她合唱的時候 第一除了感動 然後我就看著阿信說 偷偷說十年沒有唱了 我好想哭 因為我覺得 因為阿信也是我的師兄 然後又在宣的婚禮 我覺得唱這首歌別具意義 真的 還是我太愛哭 應該還好吧 沒有... 其實當天我覺得 就是像他們也好 我整個婚禮 從樓下回到台灣 我覺得做到了我一直想做的 不是說這個婚禮要做多大 或是什麼 沒有 因為我朋友真的沒有那麼多 一定要有溫暖跟有感情 有溫度 就是說 會不會記住這個婚禮 但我很謝謝我身邊所有的朋友 因為他們 讓我覺得 我這幾個月 我留下來這個回憶真的是以廢數 你知道我每次自己在家 就在看那個影片 然後妳就會有一種感動 然後會很想分享給 這些很愛妳的人 真的 然後跟他們講 以後你們辦婚禮以此為標準 不想 沒有了... 沒有了... 因為這本書裡頭 阿嬤也教過了很多 也寫了她的太好 但是這裡面有一篇文章就是說 她其實不會帶很多的朋友 回阿嬤家 但是如果很確定 她就會帶這個男生 回阿嬤家起來 這也看得出來 我一個字都沒有寫出那個 對 從文字裡 阿嬤... 對... 多少人就去過 吃過 我都沒吃過阿嬤的菜 妳看她只帶我上山去過 她只有帶男生 我覺得妳這件事情 妳好好跟我們聊一下 不行 但是我覺得 姐妹們沒有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 對 妳知道 就是像妳的男朋友 一定要帶給姐妹們 是 我阿嬤也只看過陳先生 對 是不是 所以我阿嬤說應該就是 應該就是這樣 她以前從來沒有見過 雖然是說祖光陰 這是阿嬤的故事 這裡頭其實就是她的一個成長 很前的 前20年的這個故事 對 前20年的一些小故事 跟著味道 就想要跟大家分享 很好 好棒喔 妳很會寫 妳現在是不是女作家 真的嗎 真的啊 很厲害 都自己寫 然後好像趕緊看 快... 我怕妳看了 所以不能晚上看 不能晚上看 對 真的 這裡頭什麼沙茶牛肉 對 我也是學下 麻油雞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牛雞腳 還有就是送妳出去的那個 湯泡飯 湯泡飯 也是很好吃 我家廚房 妳每次來 妳怎麼沒有做一下這道菜 因為她不是阿嬤 對啊 阿嬤有一個阿嬤的味道 那妳會有一個 沒關係 就喬喬煮就好 對 她每次就好 妳就好 妳在澳門當太太不煮的 我試過了兩次 譬如說我很會煮麵 後來我會試著煎牛排 但是因為我現在不吃牛 所以其實是在煎給我自己吃 妳會用電鍋煮飯嗎 是把米煮成飯嗎 對 把米煮成飯 妳覺得我是把麵煮成飯 我試過了兩次 妳要不要分享一下 妳的菜單內容是什麼 滿可愛的 她說 譬如說我很會煮麵 譬如說我會把泡麵 但我泡麵成本比較高 因為我放那種很好的牛肉 然後加工完 加蛋 加青菜 然後一定有一定的程序 蛋要怎麼搭 然後我就試著 這都是在神殿的吃法 對 她只會這一招 只會這一招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樣 湯有味道 然後後來我試著煎牛排 但是因為我先生不吃牛 所以其實是在煎給我自己吃 她在下族就是為她 姐 我知道怎麼解決了 因為我出了阿嬤的滷肉 妳可以直接這樣提去澳門 然後就淋在麵上就可以吃嗎 對 滷肉 滷肉就好 對 這樣會健康一點 妳會用電鍋煮飯嗎 對 把米煮成飯 妳覺得我是把麵煮成飯 不是 因為太怕 不是 怎麼以為太怕 加熱或什麼 我這樣電鍋可以加熱 我沒有試著用 大同電鍋這樣的東西 但是日式那種 就比如說1比1 有 我有做過 我覺得陳先生是說 妳就不要忙這些 對 妳不要麻煩了 沒關係 我那一次做煎餃 但是也是因為我自己餓 然後我就說我要做 然後她說妳到底會不會 我說我跟你講我會 他們朋友都跟我講過 我就倒 結果我鍋太小 他們說多少的水 我倒進去之後水餃就滿了 然後她就看了一眼 我說算了 整個都滿了 然後就變成了煮水餃 然後第二次之後 我說應該要少一點 然後我就成功了 然後她就有吃 然後後來有一次 家裡沒有阿姨 然後我看公公就好像沒有湯喝 因為他們喜歡喝煲湯 煲湯 我就連線 夏宇喬這種人就是 在最著急的時候 你們都找不到她 她就不在 我就問我媽連線 因為要排骨要汆燙 我知道要汆燙 但我從來沒做過 然後我就罵到要滾多久 幾分鐘 你知道對於家庭主婦說 幾分鐘這件事就很難了 很難 因為她們都出來 對 都是感覺在做菜 然後她就說大概 然後要撈末 然後要倒掉 要再冷水 然後再 我覺得這件事對妳太難 妳這樣子 妳如果回來的話 去跟寶媽上點課好了 是嗎 寶媽很會煲湯 真的 去學學 曾志偉嫁過 香港人都很會 都會 妳只要學三道菜 就讓她吃一輩子 對 我只是煲湯 因為我也不太會下廚 妳先找到男人再說 真的 不然妳煮給誰吃 妳可以煮給我吃 好 我學好了 我也想學 因為我本身跟妳 程度跟妳差不多 有 她們倆都有進步了 她們現在都會自己照顧自己 姐都願意下廚了 我下廚了 她們嚇死了 嚇死了 我先生也嚇死 對 我也覺得 因為她覺得廚房下廚 好恐怖 打過仗 好 陳太太 妳覺得 演員像演員這樣子的 真的容易嫁出去嗎 其實我必須講一件事情 沒有女生不容易 妳在這個條件裡頭 妳說 真的願意 轉身就可以嫁了 最難的是 妳自己願不願意說 我要跟這個人 我覺得為什麼 年齡越大越難 因為像她這樣 漸漸有了一點點智慧 有了智慧之後 她在說我嗎 對 就像我 妳會經歷過一些事情之後 妳還會發現自己 真的是需要什麼樣的人 陪妳終身 像這樣的女生 為什麼她很難 是因為她真的只想結一次 她不是說 我現在開心談戀好 好吧 我們結婚了 然後不開心吵架就算了 對 所以這樣的女生 我覺得她更安定 只是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她要過自己那一關 不容易 所以我們不需要依賴 一份感情是為了以後的生活 所以妳可以真的去找到一個 找到一個 真的值得愛 可以有一輩子話講的 對 反而更自由了現在 好 現在先祝妳這本書大賣 謝謝 然後祝妳的唱片大賣 謝謝小燕姐 謝謝小燕姐 好 下次希望能聽到 安苡萱的好消息 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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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重要 包個孩子比較重要 好消息 好消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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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一直都是好朋友 就所谓的暗示企业 戴玲是因为安君彩 也跟她们成为了好朋友 今天三个人来到我们节目 当然这些年有很大的变化 安君嫁人了 刘品言出书了 戴玲今天出片了 安君淡在天上照顾的这些好朋友 在今天节目最后 我选了这首歌 但爱令唱的对的人 我常常觉得对的人 我们可以做好朋友 对的人你可以去谈恋爱 对的人你可以去嫁 在今天看到刘品言写的这一本《珠光音》 让我认为觉得对品言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这个孩子七岁以前都在阿嬷阿公 也是牧师牧师娘家里长大 十五岁已经到横点拍戏 小小的年纪成熟的头脑 经历比别人更多的经历 也比别人更坚强 这里她年纪最小 可是看起来最懂事 戴令是他们的大姐 但是她是公主哦 永远有个少女的心 今天她唱的歌是懦弱 其实我想这里头 应该最需要人疼爱的就是戴爱令 其实我很开心看到了安亦轩 这个大姐头 终于有个大哥可以去找她 安亦轩表面坚强 其实也是需要人爱的 很高兴她能够嫁到了澳门 希望她要赶快生个小宝贝 今天三个姐妹来到我节目 我们都是找到了对的人 我们互相要照顾 我们互相要珍惜 谢谢你们来 小月的月 明天见 真心的拥抱 我相信